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!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! 赵丽颖新剧曝光原生方言,接地气的表演素颜也获赞! 近日,赵丽颖领衔主演的《新花路放》与《火盆之路》相继放出了新的片花。 许多网民对赵丽颖的演艺事业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观点。 第一个被波及的电影就是赵丽颖出演的《巧艳心事》。 这部电影是以大乔小乔为蓝本的。 赵丽颖与女主角辛直磊在该剧中扮演《孪生妹妹》。 赵丽颖正趴在被窝里,随着一阵奇怪的BGM响起,辛直磊也偷偷地从被窝里钻出来。 当地有句谚语说:"你们要是能叫人到我这儿来,她就别再来了。 很快,赵丽颖就对着一面同镜,毫无感情地抹去了自己的脸颊。 虽然这个宣传片没有明确的细节,但是光是方言的几句话,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论。 许多网民并不认为这就是赵丽颖本人的声音,毕竟宣传片里的对话实在太棒了。 很多乔的歌迷觉得必须要发布一份声明来说明现状。 人们对赵丽颖的演技还没有完全认可。 很明显,她还差得远呢。 赵丽颖的出现在大屏幕上,引起了极大的轰动,同时也引起了大众的热烈讨论。 从她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来,她的双眼是乌青色的,而且她睡觉时忽然醒来。 翻着白眼等一些细节都被描绘出来了。 在宣传片里,辛子蕾一直没有说话,甚至连赵丽颖的戏份都没有。 但是,仅有脸部特写可以很好的表现出角色的个性。 赵丽颖主演了一部以反贩卖人口味题材的新电影《火线之路》,影片以行动与悬念为主线。 第一眼看上去,这是一场真实的影片,但是故事的剧情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 赵丽颖与肖央均有被拐儿童,他们采取黑吃黑方式寻找儿童。 赵丽颖在电视连续剧《火之路》中扮演了一位个性鲜明的女主角。 最新放出的预告片也带有一点黑暗的幽默意味,这小子没能找到我,就出卖了我。 比起乔丽颖的心,整个故事的故事线要清楚得多,也有吸引力。 有些网友指出,无论赵文卓是有意还是无意,这两个芯片都很低调。 我真诚地期望他不会将丑陋与优秀混淆。 这个作用是多方面的,他要求内外两方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。 要想有一副好身段,外表只是很重要的一环。 这两个电影都很大程度,上依靠优秀的故事来传达这个主题。 在一定意义上,这也是对电影行业85美元投入的一丝曙光。 赵丽颖最新电影《向日葵》日前正式拍摄完毕。 电影公司日前发布了拍摄时间表。 从剧组放出的一些图片中,可以看出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色。 他戴着鸭舌帽,戴着一双黑色的超短裙,留着一头短发,显得很是帅气。 这款头发是葵花最近的造型,不得不说银宝还是很有个性的。 他上身是一件淡黄色的背心,下身是一条长长的裙子,小包挂在他的肩膀上。 他的上衣很自然地垂到了他的手腕处,看起来既大方又大胆。 再加上银宝这段时间因为体重过大,所以显得有些消瘦。 虽然他的正式身材只有1.85米,但是这种高雅的打扮使他显得更加高挑。 虽然换上新衣服,但银宝还是戴着一副鸭舌帽和一副太阳镜。 这件小马甲是紧身的,腰身很细,而且从侧面看上去非常纤细。 银宝头戴蛋粉小帽,伸住一身宽松的衣服,尽显随性。 尽管他一直戴着一顶帽子,但是他那张肥多多的小脸蛋还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 这些日子以来,银宝都在戏班子忙得不可开交。 当拍摄到这些作品的图片被刊登出来之后,他们迅速走红。 前不久,银宝凭借20条一剧的精彩表现,在百花影展上备受瞩目。 她是个很有实力的女演员,一下子就拿到了最佳女配角。 而赵丽颖,则是一位演技精湛的女演员,她的每一部电影都能大卖。 今年年初,她参加了与凤凰一起旅行,并第一次出任总制作人。 银宝凭借着超高的收视和极高的知名度,又一次证实了其强大的号召力。 银宝的戏很少,但是她的演技很好,演技也很好。 在张艺某指导的影片第20条中扮演角色。她不但广受好评,而且还被授予百花奖的最佳女性配角。 如今,银宝将重返冯小刚指导的剧组。不管是影视作品,她们的创意随处可见,让人惊叹不已。